你们先进来一下 我先把我的饭准备 他 活了 我拿热水过一下 哦 过一下过一下 我的面 我的面已经坨在一块了 hello晚上好同志们 你们听一下声音 我工作人员 我的小伙伴们听一下声音 音乐声音会不会太大 面坨掉了完全 先今天吃一个很高级的面 哎哦对 等一下我这个要怎么关 不要送礼物 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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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刚刚没有找到送礼物的那个 不是我要关闭 礼物要怎么关 这是礼物特效 但是没有关闭礼物 应该是应该现在应该是关闭了的 嗯哼 不要送礼物 好不要送不要送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关 他这个上面连接的内容管理的里面 很少东西 所以 请大家不要送礼物 管好自己的钱包 好 今天 就是想要 跟大家 吃吃饭 聊聊天 我真的 很久没有在微博直播过了 应该有个 大半年肯定有了 今年一年有在微博直播 直播过吗 好像没有直播过 嗯 大家声音都听得清楚哈 今天 今天这个妆 对 今天因为去拍了一些东西 我的那个公关照的照片 已经全部用完了 然后 去拍了一些新的照片 所以 其实大家以为我在休息 我也没有在休息 我也是一天到晚的就在干活 他活了吗 他活了 我的面条 他活过来了 我也不见不见 他们不见不见 我 就会有小医生的 他不见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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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我还是先开场说一下我的主题吧 因为今天做这个直播呢也是因为正好趁着这个 首先也是年底了 其实年底我还想再搞一场直播的 那个直播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反省一下今年一年我的一些舞台或者我的一些综艺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总结 然后也想在因为之前不是做那个reaction的video但是的确就是时间没有像上一次那样那么多那么宽裕 所以就想说就想说这次就不单独去做那个reaction的vlog了 然后就是直接在直播上面跟大家一起看然后一起分享 当然要怎么看这个我还是真的得研究一下 嗯可以在在别的地方可以同频的情况下看怎么样能播出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舞台我也可以看到舞台可以吗 好的话 好的话是我 又来了 又来了 干嘛 是我 发现了之后推荐的身边所有的我的同事们都说非常好吃是不是 是 是 就是那种忍不住想要再去吃那个 一家叫 可以说名字吗 不可以 一家叫 不可以 一家叫不可以 对 我没有忘记说我的主题了 吃面吃忘记说我的主题了 就是 其实今天来直播呢也是因为我的2024年1月1号的这个泰国曼谷的这个粉丝见面会 那 嗯 今天应该是开票 对不对 嗯 所以我就想说趁着这个好的日子 然后跟大家一起 聊聊天 然后 说说想法 然后可以 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在各个地方今年一年就包括以往也是啊 今年一年不管是在机场还是在我录制综艺的现场还是还是在呃 年唱会结束或干嘛 就是都有给我写很多信 所以我今天在里面挑选了一些信也想说读一读 因为其实你们写的信很多很多 然后我是没有也没有办法就在里面是挑选出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见到我肯定多少都会很紧张 所以你们有很多心里想说的话也说不出来 当然你们有的时候在机场问的问题也很可爱 因为那些问题是我答不上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呃你们写信给我的时候至少你们是一个冷静的想要告诉我你们想要说的话的 当然你们其实在在网上说的那些其实我也都看到 呃因为现在当代人谁不用个手机呢对吧 谁不搜搜自己呢 对所以就是呃也都知道 但是今天就是也还是想要把写信的你们的一些心理话想说念出来给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 这是今天的一个主题吧 其实主要也是趁着这么一个好日子 嗯 啊然后呃泰国粉丝见面会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从韩国回来之后 其实因为之前我一直的主场呃也不是主场吧 就是一直呃活动的活动的一些区域呢 其实就是韩国跟东南亚 然后国内其实都甚至很少能回到回来 因为没有没有机会 所以呃然后这一次选到泰国也是因为正好那个场地 然后我可以用到 然后加上我自己也还可以承担 所以我就想说也是回去再见一见当年呃呃我十年前 哎 离现在16年回来的16年是16年之前在那边活动的 所以差不多有呃八九年 呃也会可能会有很多人问啊 为什么国内都没有走完就要去走国外 那国内走完也是要有一定的实力的 就是这个实力是什么呢 我没有一个呃代表的作品 所以我其实而且代表作品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其实也很难走完国内全部呃呃 唱跳歌手的难处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处在哪里呢 我无法走很小的life house 因为如果我走很小的life house的话 我的dance都站不下 那我可能都跳不跳不全我的舞蹈 可是我的长相是边唱边跳 所以我我不会 我肯定是希望一个能容下我自己脑子里面想的那样子的画面哪个舞台 所以我希望的是有很多的dance 能让大家感受到视觉效果是更好的 而不是说在life house life house里面有life house的魅力 那我如果要去唱的话 我就不能带dance或者只带两三个dance 我觉得会不会是我脑子里面想要的画面 因为我的歌曲我的确都是比较往大的这个方向去走的 因为一个人唱跳真的很需要后面的舞蹈艺术家们一起帮我 很好的去完成舞台 所以国内为什么没走到 因为国内我还没有那个实力 国外我有那个实力吗 我也没有 但是我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就想去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 为什么选择去泰国办这个feminity的一个想法 而且我也很感谢 就是当年 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虽然是以组合的身份去到的那边 但是也是 我也看到很多人在支持我的 所以 还是想要去见见他们 行我啰嗦了 让我吃面是不是 把嘴堵上 面坨了还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就行了 无限烫 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被约束的人 嗯 我也不是一个固定想法的人 我的思想 跟我的脑子晕的想法非常的跳跃 跳跃到我 我自己也不理解我自己 但是 嗯 我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选择 所以你的人生要怎么过就是你的选择 看你怎么选 坏的你自己选了 那你 这些你一个很好的经历 你选择了他 就算他是一个坏的 那你要笑着度过 那下一次你就知道 你可以不选择他坏的路就可以了 人生不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这样 就是 我觉得不要在面临到很多问题 或者有选择的时候 不要害怕去选择 因为 当你犹豫和选择的时候 很多机会就这样跑掉了 但你不犹豫你选择了的话 就算这条路是错的 至少你走过 我以前吃 我以前吃炸酱面会吃一嘴全都是黑的 因为我不会这样吃 我会这样 这样做 然后那个面就是这样一圈在我嘴巴里面 以前怎么没想到要把嘴巴张开呢 我觉得以前就是 以前小时候脑子就是有点 有点直 不太会拐弯想想的事情 不太会拐弯想想的事情 我觉得人生才会丰富 后面的花很好看 然后后面的话都是粉丝你们送的呀 自从我拒绝大家说不要在机场送我礼物之后 我发生大家都会自己去做那个做花或者是支那个花给我 非常的谢谢真的 非常突然的直播 突然吗 预告过了 我应该是有预告过的吧 我没有很突然 有很多粉丝送我 我刚看有人说你的乐高花 就是很多粉丝送的花 就是很多粉丝送的花 因为我这个放不下 我家的 上北下能做什么东西 你家的右边 我不是北方人 分不太清楚 我的鞋 三点钟方向吧 那边还有很多的花 然后我的厕所里面还有很多的花 嗯 北方人分不下东南西北吗 怎么可能 你们我们是做地势都是 那个往北走 问路 北京人都分得清啊 北方人还有很多北方人 那北京人分得清 嗯 我去北京都是 往北走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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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人不分 东北人去 直率的性质 管他321 我觉得我还想再吃一点可以吗 我刚小夹了一点已经吃完了 还可以再吃一点吗 可以啊 哎 我真的不得不说这个辣椒有点好吃 这个墨西哥这辣椒有点好吃 但是还是因为他酸有点很酸 他其实是配那个 配那个薯片吃的 他奶奶没有那个辣呢 他没有那个辣 对 那天我在巴厘岛吃 我要说这个故事就是 我在巴厘岛前一天晚上 因为就是开心大家聚会 然后小喝了一点之后 就点点了一个那个 嗯 墨西哥薯片 然后那个薯片上面有cheese 有肉泥 然后 那墨西哥的那个 那个cheese上面 这个那个上面呢 放了这个这个辣椒 然后 我有点好吃 我那天晚上就说 啊好好吃 我第二天一定要点 然后第二天 早上一醒来 我就睁开眼 我就打电话 就问他 我说可以要点吗 然后我要很多的辣椒 嗯 给我 不 你说的是我要很多的酸黄瓜 哦 说错了对不对 你以为那是黄瓜 我说 这不是辣椒吗 对但他也听懂了呀 就是 然后我就 就点了很多 他送过来的时候 他说他比以往的 已经放了很多 这个辣椒放在上面了 我说no I need more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单独 拿了这个盘子 应该是瓦了一半 过来给我吧 就是 好吃就怼着吃 简直了 然后那天 那个黄瓜会 黄瓜嘞 那个辣椒 会比这个辣椒更辣一点 这里没有那么辣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声音好治愈有没有 看起来不像黄瓜 是不是不是黄瓜了 有的别吃 有的吃 到底是要吃还是不吃 我就吃这个最后一点 然后我就进入我的正题了 我到现在没有进正题 好像今天的正题是吃炸酱面 今天正题是吃炸酱面 不好意思就是有点停下来 今天正题绝对不是吃炸酱面 你不用害怕我的衣服 因为我都不害怕 你不用害怕 没关系的 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洗衣机 你洗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 对吧 我有我的脚发片挡着呢 你看它滴不到我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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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红色的 口红色号 我刚刚帮你们看一下 口红色号 我刚刚帮你们看一下 口红色号 微博的微博 微博等下进我 是我的微博带货什么 我还是单独在推荐给你们吧 要不然真的 要不然真的 三个呀三个在睡觉 他在睡觉 他老了 不爱动了 天良他想跟我一块睡 我妈也不让 不让他上床 而且果然还在小窝里面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 快走快走 快走 为什么 进不了正题了一会 进不了正题了 没事我等下直播完了再吃 我先说一下 就是如果2024年你正好有计划想要出国去玩玩 就是如果2024年你正好有计划想要出国去玩玩 那 嗯 然后 想要去泰国的话 因为泰国现在也免签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去的话 就可以 来曼谷 看看我的表演 如果你是 刚刚 选生党见我一面真的很难 sorry 对不起 我好好努力 嗯哼 嗯哼 然后那我差不多读信了 ok吗 嗯 我就可以读信跟大家选 因为我选了一些 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几个 两个比较 可爱 可爱 特别一点的是 粉丝自己叠的一只鸽子应该 而且还是一只 这应该是一个枫叶 这应该是一个枫叶 这个比起鸽子它比较像一只鹦鹿 但是我觉得已经 手工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它是 它好像就是这样夹在这里 wow 那好像就是这样夹在这里 就是很很可爱的 一个一个小鸽子 我觉得 大家的手工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我的粉丝也有很多 你们很多 那个画也都画得很好 对 就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里面应该是没有字的吧 我还真没有打开看过 我怕我打开 我根本就回不到原地 没有字 确认过了 确认过了 谢谢 谢谢你 带着想念 想着我的心 然后叠的这个 这个小的东西 给一个寄信的地址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就会知道我家住在哪里 这是太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是太危险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是 那个 哦 这个也是一个很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应该是他家是住在内蒙古 然后给我看了一些 他们家的一些风景 因为 我很喜欢拍风景 所以 就有 给我看到 然后后面是有他写的信 嗨 家 我是 我就不透露你的名字了 我是 是 最近成都好冷 记得多穿衣服 这次明信片里面的风景是来自于我的家乡 内蒙古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地方会不会很惊讶 我 我 跑来这么 远的地方 上学 有人问过我 哈哈 我家在内蒙 包头市 国中 包头市 什么中的沙漠 来自于 厄尔多斯 想沙湾 去年我和妈妈和她的好朋友 一起坐在他们的越野车里 在沙漠里 来回穿梭 我们从几十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那种失重感 我们来来回回 持续了一个下午之久 中途我们被卡到了沙丘的最高点 看到后轮胎逐渐陷入 这是个什么 线路什么软的沙子中 松软吗 松软的沙子中 这是个什么字 它写的是个马字吗 随 但也不像个随字 语 语字 这是个语字吗 语 语字而来的是车身更加厉害的倾斜 我拉着害怕的妈妈从车里出来 看着淡定拉车的穿沙成员们 听他们说这都不算什么事 他们曾经在最高处像皮球一样 跌落到最低点 然后从沙子里爬出来 不过这叔叔开车 确实是极稳的 因为完到最后 我在摇晃的沙漠中睡着了 在沙漠中是真的分不清东西南北 入眼前是刺眼反光的沙子 什么都没有 如果不小心迷路了 大概只能听到自己绝望的呐喊声 我佩服他们能从一个沙漠到另一个沙漠 然后不借助任何导航再回来 好自由 这是我当时打开车门的第一感受 给妈妈拍了好多的照片 她很开心 这次的明星片质量有所提高 换了一家店铺 换了一家店铺 或许你能隐隐约约 所以还可以看到我的小logo 最后邀请你来我的家乡做客 然后提醒我擦好防晒 谢谢你分享给我的家乡 然后沙漠这一次新疆我们也穿越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 然后视频其实也已经好了 但是因为这两天的东西和事情有点多 所以稍微往后沿了两天 而且其实到时候我就写给大家看吧 对 然后这个其实她给我写了两封 但是前面那一封呢 就是她只是说了一些日常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她前面的那一半 然后后面她写的是 加花字 字向阳开 人终往前走 希望你走出云雾 好像我也没有在云雾 我还好 我没有在云雾里面 待过太久 不要执着于过去的人和事 可以像风也可以不像云 只做自己 我希望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无惠 活得张扬热烈思逸快乐 我爱你爱笑的眼睛 也爱你的破碎 你构成了我的全世界 所以无论怎样你都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就是 怎么说呢 一直都 大家都说我给大家很多能量 或者是我给大家很多的 正面积极的这个感受 但是我其实一直来 也都是从你们身上获得这些能量 再来 反射给你们的 反射给你们的 所以其实我不是 不是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这样 真的全天24小时充满正能量的人 所以是你们 我红了吗 我脸没有红啊 我今天妆就是这样的 我刚脸红了吗 没有啊 你们不要我在那瞎说 刚刚突然有红吗 ok 好吧 ok我这个也是来个非常密密麻麻的字 然后 对 我可以 因为我我选 我选择这封信 因为他会跟我 说了很多 他 怎么样 我去到那个城市去 我就心念吧 我也不用讲了 这个真的太多字了 而且写了非常多 他说哈喽家晚上好呀 现在是第一次跟完录制全程的晚上 应该是跟我录了超人美食记 应该是的 然后明天晚上叫你就要赶回成都了 然后他有来接我的鸡 然后有一顿夸奖我 然后 嗯 他说他今天有许多的遗憾 遗憾上班电梯没有站队导致导致没能跟我问好 遗憾今天视频都是各种夹缝中生存 没有一张完整的真面罩 遗憾你更加好开心的打招呼时 我没有站在你 你对位置 没有站在对的位置 但我更遗憾的是已经待了一天了 而我没有来得及接到我下班 然后 他说今天是喜欢我的125天 未来有很多的100天 然后对我的喜欢是随着每一天增长的 然后清醒了一些表白 嗯 然后 我觉得 我会他说他是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去看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 然后第一次接机第一次参与新教育活动 第一次那么喜欢一个人 所以我也还是想要在这面给大家听 因为的确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去到不同的城市 或者是我正好去到你的城市去录制节目的时候 你们就会排除万难 然后过到 来到我在录节目的地方来看我 就为了远远的看我那一眼 或者是接机的时候 其实大家 就是接机的时候 其实 就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自己那么多的时间去来接机 虽然我知道非常迫切想要见到我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见到我 但是 我害怕你们浪费你们太多的时间 因为你去到机场再回到家里面 其实你半天的时间就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 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维度 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喜欢我 只要我们能够一起共同进步 那就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浪费自己那么多的时间 见一面虽好 但是我觉得需要付出的的确也是挺多的 然后这个也是very的多 然后她的字有1 2 3 4 5 6张 yap 有6张纸的内容 然后她的字写得非常的潦草 所以我可能是需要一点你们的帮助 她说你好 她的开头是这样 她说我的字不好看 她先输出了 我的字不好看 但又不愿错过这次近距离 近距离这是什么字 近距离 这是什么字 接触到你的 这是触啊 近距离接触到你的宝贵机会 还望见谅 凑合着看吧 好 我现在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看 知道你要来洛阳后 我激动万分 上次你来郑州录超然美食记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她就在 我在市里面乱转悠 后来得知你们去了什么 会面的时候 我郁闷极了 这个地方离我家也就两米地 所以这一次我来到了洛阳 她就到处打听 然后来看我去线下录制这个洛阳 洛阳站的这一期 然后她就把她的 PPT给我写了一遍 我就是大家口中 第三 什么人 这是个鱼子吗 这是贵吗 这个是个什么字 这个这个这个 第三什么人 第三类人 女博士 这是个类 第三类人 女博士 我本科毕业时被保送到 Top60所985大学考研 在研二的时候又 考博 连续提前工博了 博士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在郑州一所双一流大学任教 硕士 硕士 深导师 也很荣幸的拿到了 国家社科全项目 挤进了国家队 所以她非常详细的帮我介绍一下 所以在这里先给她掌声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她就是多么迫切的心情 写了这封信给我 然后写了很多 她说是青年骨干教师的 她有她她今天她说她当时给我写信的时候说中午刚刚提交了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的申请书 嗯 不知道 知道不好 知道不好 知道不好羊 不好 羊 倒屏 倒屏 知道不好屏 试一试吧 希望能够成功 祝福我吧 我现在祝福你 你当时写信给我的时候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是不是能来得及 但是我祝福 对 然后她写了很多 她说 她说带女博士确实面临了非常多的问题 由于 由于 读书时间长 也 还有就是学业忙 所以她成了大家口中的大龄圣女 不知何时期 打开朋友圈 大家聊的都是房啊 孩子啊 可是我除了压力山大的工作外 一无所有 然后五月份的时候 这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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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 这种 这种焦虑 焦虑 贝增 是吗 是的 焦虑贝增 这是贝增 对 焦虑贝增 我整天 我整天 躺在 学校 六出租 学校的 出租房里 她的这个得 是很像我 小时候 写的那个得 出租房里 每天脚不沾地 一天只吃 一块面包 什么工作都不想做 什么人都不想见 什么话也不想说 我觉得自己失败 就是孤身一人 然后没有物质基础 也没有精神寄托 慢慢的她仿佛好像魔针了 我喜欢看病发各种负能量 或者是低气压的东西 不断思考自己 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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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门 他们 到底是我们 到底是 对不起 到底是 我 我觉得这个本 还是不要念了 她内心比较那个 就是她内心比较 真假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她当时 比较黑暗 就是我觉得她的状态 是一个比较黑暗的 但是 就在这样 她比较混恶的一个状态下 她打开了芒果TV 看到了乘风破晃的季节 然后呢 就一直有追随 她记得我出舞台的时候 唱了给我乖 然后 我不禁轻轻地哼着 是表达 诚意 唯有鞠躬 这一个个自己是对舞台的 容尊敬与向往 她的字真的当时写的蛮潦草的 但是 她说优秀的人还努力 看到你把动作学会了 还依然睡前一遍一遍的练习 这份努力 成就了今天此时优秀的你 而且你不搞突出 做着 团体 一起的动作 她这个字我真的有点 看不太到 但是 但是她会有一直在看这个节目 然后在这个节目上 她觉得她在我身上找到了很多的力量 然后 写了看这个节目的整个过程 我来看看她的最后 她最后记得让我喝胡辣汤 最后让我喝胡辣汤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她会 她有把她的一些 焦虑的事情跟不开心的事情 有跟我分享 为什么 她到了她前面的身份介绍 也是因为她 想要告诉我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焦虑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 现在 我觉得很多的焦虑可能都是你自己给你的 然后可能我现在去读这封信的时候 已经是很晚了 可能当时我不是第一时间你写给我的时候 我读到这封信 所以 我认真读书 对 我的确是应该认真读书 但是现在 我认真读书可能也有点晚了 以我这个年纪来讲 嗯 我也是 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也很荣幸 就是我能有 我在电视 参加到的电视节目上面 我的一些表现 跟我的一些举动 可以 至于到 看到这个节目的 认可一个你们 所以 我也很开心 我的这份小小的这个 自己的一个举动 可以至于 至于到你们的一些心情上面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 就是大家也不用 不用太 较真在自己的想法上 其实 就像我刚刚开头说 就去选择嘛 然后哪怕是错的 咱们 那就错着走完 也没有怎么样啊 对吧 如果做错事情了 就说对不起 如果 然后我们可以下一次 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然后改正就可以 看一下 然后我就时间可能也有点有限了 然后这两封我就暂时先不读 然后这封因为是照片 所以我就可以给大家小小分享一下 它是有跟着 我记录的新疆 第一篇新疆去旅游的那个地点 对吧 应该是 北疆 不是哦 这是白沙湖 应该是我去到喀什的时候 跟我一起写的 他说谢谢你带我来新疆 在我27岁的第一天领愿了祖国的美好山河 如果没有这一次的机会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新疆走一走 自驾盘龙古道了吗 反正我开过了 都说盘龙古道是 走过世界 盘龙古道上面那个title是什么 所有的弯路从今人生近视坦图 今后人生近视坦图 就是那个盘龙古道的确也还蛮壮观的 然后这是他在白沙湖的时候写给我的明星片 你也一定看到这片神奇的景观 是不是也被美到湿雨 千万年来 河流输送来的水 来到这里 巨城湖 沉寂的白沙在水位下降的寒冷季节出入 被日夜不停的大风吹上山坡 便形成了巨沙城山的奇景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站在湖边一边是雪山一边是绵延千米的沙山 非常的雄美 然后给我了一张白沙湖的照片 我也不是不认字啦 就是兄弟姐妹们 也不要说 没有单结不行 就是我不是不认字 只是的确挺潦草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嫌弃你潦草的字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我一定会找我的方式去把你的信看懂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在盘龙古道下写上这封明星片 爬了个雪山 只有我们同行的三个女生在山顶 4468米感觉良好 我们都走过所有弯路 从此人生尽是谈吐 这是盘龙古道的照片 然后就是帕米尔高原的美 一言万年琥珀 雪山湿地 金草地古城古道冰川 几天内看到如此多的元素 南疆果然一半是人文风情 一半是山川湖海 更爱我们的祖国了 亲身验证了 提若多病的人不容易高反 在牧师塔格4688米的冰川 啥反应都没有 然后这个是最后的那个底头 是大家给我写的这篇信 然后如果有给你找到乐子 那我很开心 如果 也 反正我很感动 因为写信的时候 你们都是想着我去写的 所以其实每一封信 是代表你们的思念 我也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所以 Thank you 非常非常谢谢 很正能量 是很正能量 因为这些正能量 是你们给我的正能量 而不是我给你们的正能量 所以 所以 就不要去比较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比较 我看到有人说 下次写英文的 你下次写英文的 我也不一定能看得懂 但是我可以用翻译软件 哈哈哈哈 因为你们的确我的粉丝里面 还有包括可能你不是我的粉丝 你只是正巧在看我的直播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很多人比我优秀更多 你们有更多的优秀的技能 还有你们优秀的才能 还有你们优秀的学习的能力 所以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 所以 就是不用去跟任何人比较 停止比较 停止内耗 就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其实我们聊了50分钟 时间也差不多长 原本预计是 本来是聊30分钟的 结果吃这个面 就给我吃了20多分钟 所以说一直没有进入正题 然后接下来可能最近的一个 大家会喜欢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想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的12月25号 圣诞节那天会出一首新歌 然后也是的确是在繁忙的 这个行程里面抽出的时间 然后去录了一首歌 所以 我觉得旋律挺容易的 然后比较容易大家能跟着哼唱 我想说 要哼一下吧 给大家留一点 没法兴趣吧 对对对 我的确录的也比较 哎呀 等一下我歌词又是唱不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都知道了吗 可能不太好吧 我觉得 别唱了马上就快到了 才有十爱天 我迷你往夜空中多一无二 月亮身影 好 差不多就这样吧 也不是副歌 我觉得还OK 还OK OK 今天播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我很开心 然后也谢谢大家 听我在这边闲聊 然后 还在这吃这个炸炸面 还在这喝这个 这个水什么的 跑调了 你知道调吗 你说我跑调了 请问你是听过这首歌还是咋的 抬杠吗 真是的 说我跑调 你自个儿都没听过那歌 你说我跑调了 当出来了之后你就知道我唱的这首歌是对的 唱的这个部分是对了 笑啥 哎相得来了 来打个招呼吧 他起来过水吧 来 你也蒸给面啊 大家 刚才找你你就起来了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这是刚刚起床的sunday 嗯 你要跟大家说 大家不像你身上全身都是毛 冬天现在天气冷了 大家多穿点 好不好 那大家不要感冒 是不是啊 嗯 你看你的肚子 你看你这小肚子 是 怎么还popping了一下呢 哈哈哈哈 怎么还震了一下 嗯 你是来喝水的是不是乖乖 嗯 嗯 音音怪你是 好啦 那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嗯 把眼睛瞪大一点嘛 来 这样 乖乖看前面 看前面 然后眼睛瞪大一点 哎 对对对对对 这样看起来就 这样看起来就不凶了 好不好 乖乖 嗯 好不好 嗯 你那家家是喝水学了 是不是 那你别跳了 你别跳了 你这个膝盖捏 你膝盖也不好 像你妈 好啦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然后 对 就是可能 比较 快能见到的就是 我的新歌那一天 然后还有就是 跨年的晚会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然后 还有就是今天直播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2024年1月1号的泰国Femiting 如果你有时间 如果你有计划 然后 希望我们可以在泰国的曼谷相见 拜拜咯 真的好香 谢谢大家